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28号网约车新规出台 网约车的合法地位得以确认 这是对分享经济性业态下移动出行领域的肯定和鼓励 更是让分享经济迎来全面发展的契机 那么什么是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白先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并加入了某网约车平台的司机队伍 开始在工作之余兼职当起了网约车司机 今年年初白先生开始专职做网约车司机 每周从周一上班到周六 一个月净收入也有万把块钱 据白先生介绍 坚持做司机很多情况下拿不到网约车平台的补贴 不过也能赚点额外的生活费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按单量就是你22单奖励60块嘛 那35单就是奖励 另外再奖励140 差不多就是200块 事实上厦门现在越来越多人在网约车平台上兼职或专职做司机 他们通过新兴的网约平台开车 由于市场巨大 很多人都赚取了不错的收入 记者调查了解到 专职司机在厦门一般月收入都在8000元到2万元 兼职司机一般月收入在2000元到4000元不到 7点到7点半这个样子出车 中午11点或者11点半开始吃饭 到1点半左右开始出车了 休息差不多在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这个样子 晚上收车差不多就10点到11点这个样子吧 相信很多人在以往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出租车经常拦不到 特别是到了这个高峰期呢 有时候你站在路边等上半个小时 你也不一定能够等得到车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那就是有个人拿着手机站在路边焦急地等待着 尽管此时有空车的出租车经过 但看也不会看一眼 会一直等待自己约好的车来 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市民出行都会选择网约车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方便便宜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分享经济的例子 一套百来平方的房子如果租出去 月租金可能也就是几千元 但却有人能将它变成几万元的月租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2014年的一次旅行 让80后女孩欣欣欣接触到了在线短租 这样的出行模式 她认为这样的租房模式非常特别 回到厦门后欣欣开始尝试短租 没想到效果不错 这给她带来了颇丰的收入 就是给我们非常方便 然后完了以后就能认识五湖四海的客人 对吧 他们通过那个平台找到我们 现在欣欣有三套房源在短租平台上发布 她告诉记者这三套房子都是自己乘租来的 经过装修布置后放到网络平台出租 欣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以环道路附近的一套100平方米精装套房为例 租金在8000到1万元不等 布置房间大约花费了三五万元 但现在经过在线短租平台出租后 日租价是1200元 每个月一般可以达到70%的出租率 到了暑假旺季出租率则更高 现在在线短租已经成为了欣欣的一项事业 她告诉记者 她很享受这样的租房过程 可以结交到很多朋友 同时可以把住宿变得很有人情味 尽量就跟自己家一样 家里怎么样 这里就怎么样 就是有很多客人走的时候 会给我写明信片什么的放在家里 就是说就是非常感谢我 提供了一个是什么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 就是反正满多客人都写了那种明信片什么的放在家里 走的时候他们最后走的时候就是放在家里 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的短租平台正在抢占厦门住房租赁市场 据悉目前全国房屋共享领域共有十余家创业公司 包括国外的Airbnb国内的图家小猪短租 蚂蚁短租等纷纷进入厦门市场 我发现现在其实在我们平台上面这种套房 两房三房的房源现在是卖得非常好的 就是因为说现在越来越多家庭性出游 他们希望有这样几个空间能够提供在他们出行游玩的时候 提供给到他们去进行入住 事实上新兴的情况是厦门在线短租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短租行业 有的是把家中闲置的房子分享出来 有的则是将租房进行装修后通过服务来吸引游客 除此之外停车难也是现代社会许多人生活中的一个困扰 那么停车位又是如何借助互联网技术来实现分享呢 林女士家有个车位白天她要去上班 上班后她就把车位分享出来到某错时停车的微信平台 林女士告诉记者将白天闲置的车位分享出来 既可以为需要的人提供停车方便 自己每个月还有几百元的收入 在错时停车的微信平台APP平台的支持下 如今像曾女士这样尝试错时停车的业主越来越多了 而据不安全统计在我市如今有四十多个小区写字楼商场响应 第一利用起来第二大家都有个方便 是不是 特别是这种比较拥挤的地方 出门用车通过网络平台预约车 去外地旅游上在线短足平台找住宿 找不着停车位怎么办呢 可以从尝试错时停车的分享平台 你的就是你的 我的就是我的 在分享经济模式下 这个逻辑变成你的还是你的 我的也还是我的 但我们可以一起享用 对于很多人来说 分享经济或许还是个新词 但实际上它早已深入人们的生活 分享无处不在 经济学者表示 分享的应用和普及事实上早已有之 而分享经济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 移动互联网及移动支付的普及 使得分享经济在近年发展成为趋势 对社会来说呢 那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闲产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提高了一个资源的分配效率 以及资源的一个配置化 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就业来说呢 就业率的这个提升呢也有所帮助 第二点就是促进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 那么打破了传统的一种雇佣模式跟工作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模式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 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显示 2015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19,560亿元 保守估计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总人数已超过5亿人 预计未来5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 但新生事物难免遭遇成长的烦恼 分享经济也不例外 实际上与许多新生互联网行业一样 分享经济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隐患 这是谁来管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管谁的问题 我们这个分享经济是基本上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上 那这也给了一些犯罪的一些违法因素 有一些那个可乘之机 相关人士认为分享经济能否更规范更好的发展 取决于整个社会大环境 例如交易双方是否诚信 出现问题谁来担责等 而大环境的营造则考验着各方智慧 那政府呢它可以完善相应的这些法律法规 同时呢对于这一块分享经济可以进行一个分类 以及分级的一个管理模式 那对于个人而言 对于这些那个用户参与者而言 那这一块其实就是一个诚心制度的建设 那对于平台方来说的话 那平台方它可以在政府相应的规章制度还没完善之前 可以制定相应的一些行业规范标准 在政府那个监管之前进行一个行业制度 政府的干预呢还是要适当的干预就好 因为政府干预太多的话 有可能导致这市场呢就变成僵硬了 那政府不干预呢放任市场的话 有可能由于过分的这个自由 导致最后呢竞争格局的这个加剧 这样子的这个形式下呢 肯定呢对这个分享经济的这个发展呢肯定不利 2016年分享经济成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热词 在分享经济模式下 越来越多的个体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对接用户 不必再依附于传统的专业机构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也参与到分享经济中来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因此分享经济不仅意味着高效节约 更减少了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但是目前分享经济正处于发展初期 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隐患 这就需要相关政策规范及监管体系的及时跟上 美国作家杰里米·李夫金曾预言 分享经济将带来一场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资源革命 分享经济的大幕已经拉开 都准备好了吗 好 感谢收看本期十分关注 明晚同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